走 杜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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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高氏集团已经把咱工钱给咱集了 他为啥还来找他高仲达要钱呢 笨蛋 你怎么不明白啊 高仲达在这昏迷 就他一个姑娘在这照看 他姑娘就是草包千里 公司的事情什么都不懂 很容易糊涂 这高氏集团已经破产了 他哪有钱给咱啊 你要笨死啊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他一个小姑娘 我们把他吓唬住了 百八十万没有 十万八万还不清楚到手啊 十万八万呢 白给他 那还废什么话 快走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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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一定要凶点 凶点 高仲达 你以为你躺在这就算完了 我们农民工的工资是不能拖欠的 赶紧给我们结款 我们那可都是缺憾钱的 对啊 对啊 大家都能听一下 我爸爸现在昏迷不醒 希望你们可以体谅 如果他真的拖欠了你们工钱 我代表高家向你们保证 我一定会全额赔付 你别跟我说那些没用的 你爸爸跑了那么久 要不是因为生病了 根本就不会回来 要给钱就现在给 否则你们父女俩哪天再跑了 我上那儿找你们去 对啊 对啊 我爸爸没有跑了 他是真的生病了 而且今后 我们父女俩也不会跑 谁信呢 反正你们有钱看病 就有钱还钱 你要是不还钱 我们就进去拔管子 拔 你们不要护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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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你们都住手 别在这里闹了 你是干什么的 你要替他还钱吗 是啊 还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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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钱就要换钱吗 你要钱就换钱吗 换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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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好吗 要钱的 跟我下楼 想应中就美 今天这钱你给定了 快走 换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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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小子 你不是说替他还钱吗 一共多少钱 去了零头一百万 合同都在这里 别急 我还需要你们的营业执照 营业执照 税务登记证 劳务合同 工程合同 送货单 收货单 物料明细 付款明细 结算证明 工程验收许可证 交房验收许可证 还有 综合执法合格证 你们都有吗 你谁啊 凭什么要这证那证的 我叫严厉 我是易能够的总裁 我们易能够 有完整的财务还有法务 只要你们全部可以对得清楚 你就可以找我们的财务来领钱 但是你们对不清楚 我们的法务会等着你 那我先回去找找 等等 还有什么事 没完了是吗 欠款这件事情很容易解决 但是刚才的问题是谁来负责 刚才 刚才什么问题 刚才我全城都录下来了 是谁说要进屋子把管子拔掉的 这是故意杀人罪 杀人罪 就算只是说说而已 这也是威胁恐吓组 另外 这里是医院 也算是公共场所 在这里闹事的话 至少要拘留十五天吧 大哥 我们没有那意思 谁敢进屋把管子 你说的把管子 你说的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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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你 你看就是你 大眼睛 不是不是不是 那就是你 不是不是不是 你呢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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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 别跑 不是不是不是是他 是他 是他 新口对质 问他为什么会作出这些事 喂 喂 严总 您猜猜 我今天上午在医院碰到谁了 你还跟我玩猜谜啊 这么闲是吧 不是 我今天上午在医院碰见高小姐了 她是去帮她爸爸挂号的 她不是在英国吗 已经回国了 她爸爸现在正在有医院昏迷不醒她 不小心点 走啊 这个下面不小心 安静师拿着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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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回去吧 好 注意安全啊 这不是蒋总吗 蒋总 好久不见哪 最近在哪发财啊 发什么财啊 这就是你接的新项目 什么新项目 这就是一转高十八手的外围工程 没什么优势 蒋总你也知道 现在房地产行业不好干 就这破伙 还是我托人托关系才拿到手的 前两个月啊都没活干 现在干什么都不容易 再等等吧 没准明年有好项目 还要等明年 我这手底下百八十号弟兄 就剩十几个人了 人都养不活呀 江总 今天你过来找我 是不是有啥好项目啊 我以后有新项目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 我今天就是路过 过来看看你 咱们以前一起干了多少项目 是啊 高市地产的最后一个项目 是不是你包的 是我 没想到这么大一家公司 说倒就倒了 高总回来了 这你知道吗 回来了 他不是欠钱跑路了吗 是 我就是说 他欠你的工程款给你结了吗 结了 结清了吗 要是没结清的话 趁着高总现在还在 赶紧去找他清算性 那个 结 结清了 自己的账心里要有个数额 你不能像他们家那大小姐似的 花钱大手大脚 办事犀利不堂 反正这高总啊 现在已经昏迷不醒了 他要欠你的账 欠你的工程款 你都得找他那个女儿去给你结 谁知道了 他这个女儿 能不能跟你算清楚 我说的话你明白吗 明白 明白了 明白 咱们俩今天的话就哪儿说哪儿的 不认识 那我先做 好 保重 好 慢走